一本小说里被迫害的配角觉觉醒后会怎样 会发疯 鼎流当众说我身材没料 他不喜欢 我一一笑 可我就喜欢小小的 哥哥小小的就很可爱哦 后来女主在直播恋宗上运图 热搜爆了 网友纷纷发问孩子是谁的 我瞥了一眼准备公开的男主 抢先一步对镜头阴阳怪气 这不很明显吗 当然是你们心爱的哥哥啦 哥哥用你们的钱养嫂子啦 还不快感恩戴德给哥哥打奶粉钱 后来我的嘴让恋宗变成了大型娱乐圈爆刮节目 观众纷纷倒戈 这才是我们爱看的恋宗大女主爽文 求求大家关注小斗爱睡觉 小斗跟你们是真玩哦 给小斗一个赞会开心一整天哦 正文现在开始 我 富白貌美的一线女明星 除了性格做了点 无任何不良嗜好 此生最大的不幸 就是犯了恋爱脑 参加了这档直播恋宗 参加这档恋宗前 我还觉得我这样的咖位 去参加恋宗会不会被圈里人瞧不起 直到助理给了我一张嘉宾名单 男一如今的顶流 沈加许 男二心境隐帝 贺乙天 男三当红小鲜肉 周然 男四天王歌星 宋艳斯 女一我当红一线女明星 江银 女二歌后 十曼 女三 影后 离家 女四 十八线黑料缠身的网红 骆小小 好家伙 除我之外七个人 我认识五个 这档恋宗简直大咖云集 仿佛圈里全是洁身自号的单身狗 请的每一位嘉宾都是圈内人 我梦了 我要是想和圈里人内部笑话 我参加什么恋宗啊 然而 这还不是最炸裂的 当天晚上睡觉前 我洗完澡 美滋滋的趴在床上 准备找一本严谨小说看 让我找到今晚的做梦素材 我拿着手机还没翻几页 就在一本小说的界面上 看到赫然几个大字 过小小 等等 这不是今天那个网红的名字吗 我今天看到名单还觉得奇怪 怎么会有一个十八线艺人混入其中 还在想 是不是这网红给节目组塞钱了 定睛一看 这还是一本写恋宗的文 于是 好奇心驱使我点开了这本小说 然后 我觉醒了 原来 我只是一本恋宗文里的工具人 绿茶女配 用来衬托女主 刷观众仇恨值的工具人 我所有的小心翼翼 在观众眼里 都会被解读成绿茶行为 而这本书的女主就是洛小小 那个我以为给节目组塞钱 进来的十八线网红 看完这本书我才发现 她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四个男嘉宾 通通和她有一腿 她和顶流隐婚 怀了顶流的孩子 影帝是她的前任 天王对她爱而不得 小鲜肉默默暗恋她多年 啊 我就说 圈里人哪有这么干净 后来 无论洛小小怎么炸鱼糖 只要我在一旁展示茶艺 观众就会把女主的海后行为定义为 练宗大女主爽文 参加完这档综艺 我不仅失恋了 还葬送了演艺生涯 从口碑极好的国民女明星 直接变成了新积绿茶女 我好过 那大家就都别好过 大家一起毁灭吧 入住小屋第一天 节目组为了制造话题 要求我们晚饭后玩一个小游戏 说是为了加速地了解彼此 我把节目组给的手卡 往桌上一丢 是笑道 节目组真是多此一举 我们大家不是挺熟的 影帝喝一天 显然看不惯我这副做派 皱起眉 开口对我 小小和我们都还是第一次见面 我双手抱毙 将身子往后靠了靠 嘴角勾起一个意味不明的笑 将视线移到洛小小身上 洛小姐我的确不熟 坐在我身旁的石曼 在桌下偷偷拉拉拉我 似乎在提醒我这是直播 我朝她甜甜一笑 加了一块鱼落到她碗里 石曼姐多吃点 我待会儿可以问姐姐 多久发新歌吗 晚饭过后 游戏开始 节目组先是让我们抽签 抽取自己的代表数字 然后根据数字编号 一一抽取节目组 准备好的纸箱子里的问题 我们先抽取了各自的代表数字 我抽到的是一号 我在众人面前 晃了晃手里的数字 然后把手伸进箱子里 我随便摸索了一下 抽出了一张纸条 问问六号 他算一个深情的人吗 一看到这个问题 我就忍不住吃笑 扑坐在我旁边的周然 碰了碰我胳膊 疑惑到你笑什么 我摇摇头 嘴角的嘲讽 甚至没遮掩一下 没什么 就是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好笑 接着 我抬眸 鱿鱼的看向隐地 六号 这张纸让我问问你 你对好马不吃回头草 这句话是怎么看待的 鹤一天的瞳孔 明显震了一瞬 对上我的视线 两秒后 他低沉的嗓音响起 纸条里是这样写的 我笑眼弯弯 扬起纸条道 对呀 他让我问你 是不是一个深情的人 鹤一天的脸 瞬间黑了下去 冷冷到 反正不吃回头草 接着又过了几轮 顶流抽到了我的问题 问一号 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想起小说里 我回答的是某次晚会 我和他坐在同一排 舞台上的光打下来时 我就觉得他很帅 但这次我不一样 我是扭护路 江银 我起身 打开电视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我调出了顶流选秀 C位出道的视频 我朋友是你的粉丝 那晚 他砸了三百万 送你C位出道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你 第一印象嘛 我朋友说你坚持初心 努力又上进 不过 我的目光在他身上上下 扫尸了一番 现在看来也就那样 全场沉默 游戏结束后 热搜炸了 警号江银 提醒沈家旭勿望初心警号 警号江银 阴阳怪气 警号 警号贺乙天 回头曹警号 警号沈家旭 初心警号 其中 警号沈家旭 初心警号这个热搜的热度最高 几分钟便冲上榜一 我之前就说 他参加这档综艺 就是自寻死路 就是啊 顶流也敢参加恋宗 不出意外 他才刚活两年吧 参加恋宗怎么了 明星就不是人了 明星就不可以谈恋爱了 拜托 他是爱豆 又不是演员 粉丝辛苦打头 他跑来上恋宗 你们真是被江银 这种炒作咖给带偏了 沈家旭参加恋宗证明 他没有欺瞒粉丝 他一直都是兢兢业业的小孩 反正我是脱粉了 晚饭过后 到了小巫发短信环节 请选出你今晚的心动对象 给他发送一条心动短信 与我们嘉宾而言 短信是匿名发送的 但是对观众来说 发送给谁 发送的什么内容 都是公开透明的 我歪着头 在几个男嘉宾里 挑选下一个迫害对象 可弹幕却会错了意 江银怎么一副挑男宠的表情 我怎么感觉他在选妃 笑死了 这个嘲讽的表情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江银是这个性格 感觉他来这个恋宗解放天性了 还好吧 我就是拽了点 我调了又调 决定还是语录均沾 我给小鲜肉 忠然发送了短信 短信内容 做舔狗是不会有结果的 此番撞局 热搜又炸了 警号忠然 舔狗瞬间空降热搜警号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 还有一条热搜 也一同空降了 警号江银 精神状态警号 他来着综艺 是相亲的还是发疯的 真的没人担心 这位姐的精神状态吗 江银怎么回事 他今天好反常 江银上这综艺的目的 真的是来谈恋爱的吗 迷惑行为 有没有可能忠然 真的是舔狗 你们骂江银干嘛 轻轻 分析忠然的 在另一条热搜 毫不意外的 当天晚上 我只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对洛小小爱而不得的 宋艳斯发给我的 和小说里一样 他怕洛小小不接受自己 所以有意培养一个备胎 很不幸 我就是那个被选中的备胎 今天才发现 你很特别 我表情凝重地 盯着这条短信 这短信内容 是一个字也没变啊 然而弹幕又会错了意 江银这表情 该不会是在想 这都有人给他发短信吧 笑死了 他的表情好嫌弃哦 入住小屋第二天 我和宋艳斯 被安排在一起做饭 宋艳斯戴着一副金丝矿眼镜 整个人看起来如雅随和 从昨天来看 他言谈举止也还算有理 若不是 我看小说里 我被他虐得死去活来 我现在一定好感倍增 待会儿一起去超市准备食材吧 宋艳斯拿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 里面写满了他 刚刚问大家喜欢吃的菜 我撇了一眼本子 问 你做饭很好 他抬手扶了扶眼镜 笑道 还不错 你想吃什么 说不定我也可以做 啊 人目狗样的 我不挑 你做什么 我吃什么 我双手抱毙 敲着腿坐在沙发上 笑得暧昧 没心眼的观众却磕起了CP 为什么我觉得这俩有点内畏了 是我的错觉吗 楼上 不是错觉 我也磕到了 眼神拉丝 哦 僵硬那个眼神我的天 挑逗中带着战有欲 KDL 势均力敌 CP 我入股了 没想到我的演技这要牛 骗过宋艳斯就算了 还能骗过观众 宋艳斯只是微微挑眉 嘴角擒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 说 那我今晚可千万不能辜负你 他这句话说完 我们已经有CP名了 弹幕 江思 好土的CP名 极限拉拉 就一个眼神而已 你们解读真多 其实还真没解读错 小说里 是宋艳斯单方面勾引我 又吊着我追女主 如今 是两个千年的狐狸 互玩聊斋 想不到吧 看起来这么恋爱脑的 我已经封心所爱了 宋艳斯这么喜欢勾 那我就摆出一副上勾的样子 然后坚决不投他 他勾引我 不就是为了那点心弄短信吗 不给 我和宋艳斯去超市买食材时 他一次摸手 两次摸头 我全部躲开了 躲开后 我还偏偏一副无辜的样子 抓起旁边的胡萝卜 你看 这个胡萝卜 是不是长得最可爱啊 你看 这个大西红柿 我和你说 西红柿最有营养了 我就喜欢吃西红柿 我在超市表现得十分活泼 活泼的让宋艳斯 根本抓不到我 眼看着他脸上的假笑 快挂不住了 我眼唇轻笑 故作娇羞 宋艳斯 今晚让我一个人 给你打下手吧 缺心眼的弹幕刻起了 CP 我操 我还是第一次见江营 这么小女人 她好爱她呜呜 好虫好甜啊 她再到她在笑 你们注意到没 好几次宋艳斯 想摸江营的手都没摸到 我要笑死了 哈哈 一个人打下手 是想要做饭二人世界吗 江营好会啊 救命 这个女的昨天 这么针对其他三个男的 人品败坏 反正我是磕不起来 真的 看江营好不顺眼 宋艳斯似乎 对我的请求有些意外 接着拿出了 堪比影帝的演技 好啊 我不会让你太累的 她大概自认为 笑得无比真诚 我却看到了大学学表演时 表演老师对我说的话 演戏 就要学会融入角色 带入情感 你们一个个的 若是不感受人物的情绪 去理解台词 那么你的表演 就一定会显得很假 是的 很假 到底是没演过戏的 拍几个MV的经验 就和没有一样 然而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弹幕狂刷 互相奔赴 其实我提出来 单独给她打下手 是有原因的 因为今晚有一个修罗场 洛小小会主动凑过来 问我们做这么多菜 需不需要帮忙 她来帮忙后 观众狂磕她和宋燕丝的CP 甚至还有很多刚才 磕了我和宋燕丝的人反水 说什么 宋燕丝这才是 见到喜欢的人的表情 刚刚对我都是礼貌而已 一进小屋 洛小小就赢了上来 语气甜甜 辛苦赢姐了 你们买了好多啊 今晚晚饭一定很丰盛吧 我板着脸 冷冷到 一般 洛小小的脸色变了一瞬 又挤出笑容 要不要我帮你们啊 我帮你们打下手啊 我转头直视着宋燕丝 勾起嘴角 她和我对视了一瞬 表情略微不自然地别过脸 她 宁姐说要当给我唯一一个打下手的 我努力维持住自己的表情 不让她崩掉 搞被刺是吧 我扭头对洛小小弯模一笑 洛小姐可以给我打下手啊 帮帮我吗 洛小小神情尴尬了一秒 陪笑 好啊 能帮宁姐是我的荣幸 因为这档恋宗第一期很炸脸 所以吸引了很多原本不看恋宗的受众 当恋宗观众刷修罗场 啊啊尖叫时 这批观众已经开始各种解毒微表情了 江颖一回来就变脸 我打赌 这里面一定有她很讨厌的人 前面的赌啥呢 很明显 除了宋燕丝 这姐一个都瞧不起 你们不觉得 刚刚洛小小和江颖的表情 很耐人寻味吗 江颖肯定不喜欢她 确实 我感觉洛小小要尴尬地原地转圈了 一想起待会儿宋燕丝 要和我们两个一起做饭 我就觉得便宜了这家伙 为了不让宋燕丝如愿 我对正准备下楼的周然叫道 周然 过来 你来帮洛小小打下手吧 啊 尹姐 这 这不好吧 周然犹犹豫豫豫的 果然只配暗恋 我手一摆 刚想去找顶流 周然立马改嘴 打 姐 我打下手 这时候轮到洛小小不悦了 尹姐 我不用帮忙 我本就是来帮你的 我双手一摊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帮忙 那干脆一起做 我就不做了 我给你们拍照录视频 留下爱的回忆 故作无奈 你呀 我没忍住放了个白眼 对着镜头 用口型吐槽道 油腻 可能宋燕丝永远也想不到 她是以这种方式 上了关于这档恋宗的 第一个热搜 警号宋燕丝 油腻警号 做饭全程 因为我的打扰 宋燕丝没能和洛小小 说上一句话 只能看着她与周然打得火热 然而弹幕却曲解了我的行为 这是爱吧 是爱吧 江银对宋燕丝占有欲好高啊 没让洛小小和宋燕丝搭上一句话 这江银未免有点太过了吧 这么针对洛小小 我咋觉得这网红更绿茶呀 明明节目组安排好了两人 做今天的晚餐 她非要上去掺和 谁不知道炼宗厨房最有看透 我不管 这两人一定是双向奔赴 直到我对镜头翻了个白眼 但陆才转变画风 刚刚江银是不是翻了个白眼 我靠 她用口型说了啥 好像是 油腻 我草 哈哈哈哈 我要笑不活了 刚刚说双向奔赴的 给我站出来 吃饭时 洛小小突然胃疼 跑去厕所吐了好久 一瞬间 四个男人都跑去关怀了 就留下我和另外两位女嘉宾 石曼和离家的表情明显不悦 饭也没吃几口 全场只有我一个人 吃得比谁都像 我仔细想了想 给石曼和离家各自加快肉 然后轻声贿赂到 不要发短信给宋燕丝 我又朝着两位姐姐眨眨眼 语出惊人 她也是舔狗 还贼自信 当天晚上给心动对象发送短信时 我的弹幕画风和别人完全不一致 来看应该选飞了 我感觉只有她参加的不是恋宗 你帝后宫宗 我说的 救命 她选飞的表情好拽好坏呀 突然觉得她好适合演反派 我摸着下巴选了好一会儿 最终发给了顶流 短信内容 爱是一道光 遇到你发慌 我满意地摸了摸下巴 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幽默的小天才 毫不意外 几分钟后 顶流沈家旭快乐地飞上热搜 警号沈家旭 爱是一道光 警号 警号沈家旭 遇到你发慌 警号 网友纷纷开始猜测 江银一定是知道些什么 对吧 沈家旭都没女朋友 哪来的贝虑呀 我说江银别太离谱 她都赶上恋宗了 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说你们粉丝也都省省吧 江银要笑死我 这当恋宗不能没有她 入住小屋第三天 节目组安排男嘉宾准备约会 虽然和这其中任何一个男人约会 都提不起我的兴趣 但我至少是女明星 所以我当天就去做了个头发 美貌才是第一生产力 今天在外面折腾了一天 晚上回去还要发短信 我又苦恼了起来 我的发短信环节 已经被节目专门做成了一个合集 最爱看银姐翻牌子了 这节每次发短信 都没把男嘉宾当人看 我也觉得 好没礼貌哦 要不是他足够火 我真的会怀疑 他想活想疯了 从最近微博吧的那些料来看 这里头男嘉宾房子 他连房梁都没了好吧 我要是江银 也不把他们当人看 上面的你又知道了 真是造谣一句话 屁咬跑断腿 前面的粉丝吧 你都不知道真相 你屁哪能这样 而此时的我 正摸着下巴若有所思 今天 轮到影帝喝一天了吧 我点开他的头像 开始编辑短信 你演技真好 结果这一次 我把自己整上热搜了 警号江银 炒作警号 我早就说了 这姐就是爱炒作吧 现在轮到影帝 说不出什么了吧 他粉丝还说什么选妃 笑死 就是 我记得这姐昨天可是一条短信都没收到 喜提炼棕灵票女 终于翻车了 上个恋宗简直给他在热搜上买了套房 于是 是有短信环节 我盯着那四条短信 承诺了 姐姐 明天和我一起去游乐园吗 想和你一起坐过山车 带你去看相声 闭口背流 选小吉他 敢来吗 出新蓝色 我的眉头狠狠抽动 尴尬的脚趾抓地 我的粉丝瞬间直冷起来 这打脸来得太及时了吧 尹姐现在是全票恋宗女 绝了 这几个发短信的 生怕尹姐不知道是她发的 笑死了 发短信还暗示自己是谁 这是有多想和我们尹姐 约会哦 恋宗人气你气死 嘿嘞 我的粉丝是高兴了 我却感到不妙 这几个怕不是想带我约会 而是想把我灭口罢 小说里也没这一趴呀 无所谓 勇敢将将 不怕困难 入住小屋第四天 为了今天的约会 我们女嘉宾都打扮得光鲜亮丽 节目组在桌上摆了四个摆件 分别是摩天伦 吉他 金鱼 相声小人 每一个摆件代表一个约会 一位男嘉宾 作为一口气 收到四条短信的人气恋宗女 我一看就知道 这些都是谁的约会 我们四个女生扔了一轮筛子 然后按顺序选摆件 轮到我的时候 只剩相声小人和金鱼了 我本人是很喜欢听相声的 所以我选金鱼 就平某顶流那句赶来嘛 我就偏要去 到达约会地点前 我以为会是什么水族馆之类的地方 结果是去泡温泉 当我刚换好衣服 走到温泉池子准备下水时 池子里多了两个男人 沈家旭揶揄地看着我 眼底充满了潮雪 我知道他想整我 但我没想到他会如此大胆 这里是有节目组随同拍摄 且同步直播的 他想闹翻天吗 池子里多出来的两个中年油腻男 一看到我就笑着对沈家旭说 姜尹啊 我知道挺漂亮的 就是泡个温泉还这么保守 另一个顶着啤酒多的男人 用下巴折指我 他今天来和你约会 就穿成这样 你亏了呀 沈家旭笑了 用沈氏的目光 上下扫了我一眼 嘲讽道 太小了 没料 不喜欢 看到这一幕的弹幕直接炸了 卧靠卧靠卧靠 谁能告诉我 这不是一个恋宗吗 怎么在CF 我觉得这档恋宗的人都疯了 沈家旭抽什么疯 不是约会吗 我站在温泉台上 没有下水 扫尸了一眼在座的所有人 笑一盈 可我就喜欢小小的 哥哥小小的 就很可爱哦 用起来就像按摩 沈家旭的脸 瞬间拉了下去 旁边的油腻男连忙找不 一唱一鹤 我看电视 还以为你现实里应该是个清纯的女人 怎么这么放荡 你们女的就爱装 穿这么保守 装什么清纯 她那身材露出来 我也不爱看 我歪了歪头 顺手拿起一个盆栽 笑道 你们男人 一个个肥头大耳皮九肚 倒是自信的很 那圆滚滚的肚子露出来四处晃 简直堪比野猪 全场静默一秒后 普信男破房了 你不也就是戏子 你高贵什么 你们女的最后不还是要嫁人 也不知道陪过多少男人 你陪人的时候 敢说他们像野猪吗 我拿着盆栽的手微微一顿 接着直接摔向了造黄瑶的男人 场面一度混乱 那个男人想冲过来打我 却被工作人员拦下 值得不停地大骂我是臭婊子 我被工作人员拥护着 笑着对他竖了个中指 工作人员把我护上车后 经纪人的电话就打过来 我以为他要骂我 要和我解约 可我已经无所谓了 大不了被卵风杀 我接起电话 情绪稳定 语气平和 刘姐 你还好吗 有没有受伤 我愣了两秒 没想到她第一句话 居然是关心我 没事 刘姐 没事就好 你先回去 我找人公关了 刘姐急急忙忙地挂了电话 她居然没有训斥我 虽然我一直被公司放养 但几乎每次出事 刘姐给我打电话都是一顿皮 我打开微博 我果然上了热搜 警号江银 打人警号 警号江银 好帅警号 警号沈家旭 小警号 警号沈家旭江银 有一腿警号 警号沈家旭 恶臭男警号 我打人的热搜热度最高 第二个便是 警号沈家旭 小警号 沈家旭和她那两个朋友 好恶臭啊 怎么交得到这么恶臭的朋友 人以群分吧 这波我占江银 这几个男的就该被打 沈家旭怎么了 她又没骂江银 是江银先打个人好吗 你们看到江银走的时候 对奈奈的树中指了吗 帅爆了 看到了 奈奈的无能狂怒 银姐好帅 黑转粉了 救命受不了沈家旭了 我真的想脱粉了 沈家旭这算是她房吗 虽然还是有很多骂我的 但绝大多数都站我这边 第一次上热搜被骂 我没有翻白眼 回到小屋 大家应该是都听说了 我和沈家旭的事 所以餐桌上的氛围很沉重 不过弹幕氛围却很欢乐 白天CX热搜来的 我就想看看今晚还有什么瓜 这次我要第一个吃 江银和沈家旭 居然还能相安无事 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怎么还不打起来 我好激动 苍蝇搓手JPG 白天的视频简直就是爽文 快呀 快打起来 我就爱看这种的呜呜呜 银姐威武 银姐快上 先开沈某的假面 吃饭的时候 洛小小突然又不舒服起来 跑去厕所吐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 这篇小说女主和男主 貌似是吵架了 女主赌气上恋踪 男主为了追女主 也跑去上恋踪 却没想到 女主早就怀了男主的孩子 这次是 在运土呢 我不怀好意地勾起嘴角 打开了微博直播 嗨 everyone 我是你们的江银 我知道 人类都有八卦之心 今天人美心上的江银小天使 将毫不吝啬地 向你们分享八卦 我的直播间瞬间沦陷 我曹 江银开直播了 银姐真的好牛 我就知道今晚我不会错过 啊什么瓜 银姐我爱你 你快说 天哪都疯了吧 我将摄像头转向洛小小 姐说道 你们猜这是什么 我微微一笑 口齿清晰 铿枪有力 是运土 哈哈 想知道孩子是谁的吗 然而一旁的沈家旭沉着脸 就想打掉我的手机 直接被我躲开 关心洛小小的其他几个男人 立马起身 脸色发白地看着我 他突然朝我嘶吼 江银 你特么发什么疯 关掉 我再说一遍 关掉直播 我拿着手机 语气变得极冷 我凭什么关 节目现在也在直播 你怎么不去拍掉 节目组的摄像机 啊 还是说沈家旭你心虚了 对方安静了一瞬 想抢过我的手机公开 我直接躲到石蔓身后 对着镜头细细一笑 你们看 他破防了 这么明显的事情 但目居然还在猜 所以 落小小的孩子 真的是沈家旭的 不应该吧 沈家旭就不能保护 你家宾隐私吗 你们不觉得 江银这样很卑鄙 上面的海喜呢 他这反应不是他的 还是谁的 我看其他几位男嘉宾的表情 也不像是演的 反正我不相信是沈家旭的 他再冲动 也只是个孩子 他才多打 我笑了 对着镜头嘲讽道 这还不够明显 当然是你们心爱的哥哥啦 哥哥用你们的钱养嫂子啦 还不快感恩戴德 给哥哥打奶粉钱 什么 真的不知道 哥哥是谁吗 当然是刚刚打手机那位呀 我还没把风发完 节目组就停了直播 这节目是录不下去了 当晚工作人员 就把我们几个嘉宾分开 一个个都去住了酒店 热搜爆了 爆了三天三夜 沈家旭发微博 想挽回颜面 结果被骂得更惨 他说 是的 我们有一个孩子 我也上了一个热搜 跟着沈家旭 一起爆了三天三夜 锦浩江银 练宗大女主锦浩 难怪我说银姐一进来 就提醒沈家旭勿网出心 原来是提醒粉丝啊 我哭了 银姐YYDS 史上最强练宗女 银姐我的神 救命 那天晚上我就在现场姐妹们 我目睹全程 银姐真的撒疯了 我作证 那晚仿佛爽闻照进现实 我就知道会有大事发生 这才是我爱看的练宗大女主爽闻 呜呜呜 我不该骂银姐的 沈某居然背着我们隐婚生子 孩子房子要他哭了 同上 沈某不值得 我要换粉将银了 粉他比较爽 而本来应该上完这档练宗后 爆火的洛小小 就被人遗忘在角落里 只有大家吐骂沈家旭的时候 才会提嘴洛小小 我真的要哭死 沈家旭你背着我们隐婚生子就算了 还带着对象一起上练宗 简直狼心狗肺 不是我说 C位队内第一个他房都算了 怎么眼光这么差 找了什么嫂子 丑死了 作为妈粉 他想谈恋爱我不反对 但起码不要骗人 眼光插成这样 以后孩子给瞅成什么样 不是我说 沈家旭的粉丝们 他自己长得也不咋的好吧 粉丝滤镜能不能别那么重 他配洛小小绰绰有余 这种爱豆就该胡穿地心 大家别哭了 我已经脱粉回彩了 后来沈家旭的战姐 又一个个放出了一堆 沈家旭和洛小小的照片 纷纷表示 失望至极 脱粉了 江湖永不相见 沈家旭和洛小小赔了违约金后 节目就以这种荒诺的形式停播了 而我的身价水涨船高 邀请我去参加的综艺开价 一个比个高 毕竟虽然之前的恋宗停播了 但已经转足了眼球 只是播出几期 节目组就正的盆满钵满 采访 记者 江小姐 请问您是怎么知道 沈某某 萧英 隐婚生子的 我摆摆手 圈子里那点是罢了 记者 那您当初参加恋宗是出于什么心理呢 我 变爱恼 记者 可是观众都说你一进去就开始发疯 我 因为全是全内人啊 人熟不熟不知道 反正八卦挺熟的 记者 拿出手卡 很多网友把那几期综艺扒烂了 解读了好几遍 得出了几个瓜 现在因网友要求 想让您再报几个瓜 您愿意吗 我微微一笑 已经暗示了很多了 这些网友都很聪明 记者 那网友都说您对宋某某 萧英 爱而不得 这也是真的吗 我促起眉 假的 在线打假 后来宋燕斯发微博 可我是真的 这段时间对江小姐提起了很大的兴趣 艾特江银 我没有在底下回复 只是发了条隔空对话的微博 老娘要独美 热搜 又炸了 警号江银 独美 警号 警号宋燕斯 表白悲剧警号 银姐真是永远不会让我失望 狗男人都离我明节远一点 要独美 永远不要靠近男人 拜卢迅 虽然我的CP又逼了 但是我好爽是怎么回事 要什么 CP 就要独美 就要大女主 我点开书架 那本小说已经找不到了 我觉醒了 并且改写了 后续 宋燕斯微博隔空喊话表白 被我当场拒绝后 他破防了 哦 你要独美啊 独美怎么不早说 行吧 其实也没有很想和你处 也看不上你就挺一般的 笑死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你 哈哈 好搞笑 你独美上什么恋总 你真的很装 我不解得盯着宋燕斯发来的这些微信 地铁 老人 手机 还有些嘴角抽搐 这货发什么疯 我以前以为 这是装不下去了 为了让他粉丝看清他的真面目 我善心大发 反手就是一个截图 然后无配文的挂到了微博上 我还贴心的 为他定制了一个专属词条 锦号宋燕斯 破防男锦号 并且花大价钱买了个低位热搜 一瞬间 全网沸腾 吃瓜群众表示 救命 难道全天下的男的表白悖剧 都是同一个破防姿势吗 哈哈哈哈 江姐不愧是我的江姐 哈哈 假的吧 我印象里宋燕斯根本不这样 粉丝试图分析 发出来一分钟就有热搜了 他别太恨我哥 楼上的 我姐怎么恨你哥了 你哥哥自己不争气 舔不到我姐OK 肯定是对家买的呀 江银为什么要买 实名下毒吗 正在用小号刷微博的我 反手就是一个赞 猜错了 我就是实名下毒 没等我美滋滋的监控够于情 宋燕斯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点开录音后 接了电话 宋燕斯的咆哮声立刻传来 江银 微博上的热搜 是不是你整的 你这样下去 圈内谁还想和你做朋友 哦 姐无所谓 我勾起唇角 不急不缓 宋老师这是不够忙了 还有时间打电话骂我呢 对面沉默片刻 随即咬着牙问我 你买了几个 撤掉 宋燕斯这句话 倒是让我出乎意料 我轻轻挑眉 切意地靠在我家阳台的大吊床上 转移话题 你说你喜欢我 真的吗 我几乎能脑补出宋燕斯的不耐的神情 你有病吧 我现在让你撤热搜 我撇撇嘴 热搜只能降不能撤 屁 我打听了 谁买的谁撤 打五折 宋大天王 连撤热搜的钱都没有 这么多 我真是出门被狗咬 破财了 别这么小气吗 你不小气 你撤 你撤还打折呢 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要老娘花钱也可以 你去微博给我道个歉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还想勾引我 扎我 谁告诉你的 我张口就来 我这里有你喜欢落小小的证据 宋燕斯登溃了 他居然朝我抱了粗口 说女的都是渣女 他以后再也不接触女人了 还说要挖黑我 挂了电话后 我好奇地翻看 此时网上的遗情 难怪宋燕斯炸毛了 热搜前十他占了八个 看了我都觉得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针对 并且我给他买的 还不是热搜第一 而是警号宋燕斯 人设警号 救命 他人设崩了 全网嘲笑 现在大家都在说 他平日里的绅士优雅 都是装的 粉丝更是抱怨 我说别让他上综艺吧 结果第一次上综艺 就碰到姜吟 现在好了 别的不说 起码他气质 还是很优雅的好吧 嘲笑我哥的你 争主有我争主的实际吗 我真的我哭死 我哥演得好辛苦 其实现实男的都这样 就是他现在在我心中 形象有些幻灭了 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 推波助澜 让自尊心这么强的宋燕斯 出了刺丑 还没等我放下手机 去浴室泡个澡放松一下 经纪人电话突然打过来 姜吟 你是猪脑子吗 刚坏事我都不说你了 刚坏事还往外说 还炫耀 我一头雾水 哈 你自己去看看热搜吧 我真的服了你了 公关部的小姑娘 都要成你黑粉了 挂完电话后 我火速刷新微博的热搜榜 警号将银 买热搜陷害宋燕斯警号 这个词条空降了热搜榜第一 旁边还跟了一个黑红的报 这家伙是宁愿一起死 也不愿意多花点钱 非要互相伤害 我点开热搜 第一条就是宋燕斯的微博 他发了一个电话录音 你买了几个 撤掉 要老娘花钱也可以 你去微博给我道个歉 你有病吧 我现在让你撤热搜 宋大天王连撤热搜的钱都没有 哟 还是剪辑过的 这家伙还阴阳怪气的配文 对不起 江银小姐 我也将电话录音剪辑了一番 发了微博 主打的就是一个正面杠 吃瓜群众特地兴奋了 我们甚至还多出了一批缺的CP粉 啊我好兴奋 就爱看争主下场司 笑死我了 这队居然还有售后 这售后给你CP 你要不要 磕到了 好甜好甜 护买热搜绝美爱情 什么都磕 只会害了你 我的公关团队 为了挽回我那所剩无几的形象 还给我买了个营销词条 锦号江银 内娱活人锦号 我们直接正面撕 居然撕出一批CP粉 是我不想看到的 所以我又开始作死 我把宋燕斯 将我拉黑的截屏发了出来 并配文 喜提红色感叹号 结果 宋燕斯不要脸的 来我微博底下评论 想让我拉黑你 可以换一种方式 甚至很简单 只要和我说一声就好了 我回复道 你也不想我把完整的录音 全部放出来吧 吃瓜群众表示 姐姐我想听完整版 私发我好不好 姐姐我也想听 保证不泄露出去 笑死了 他在威胁 我又磕到了 他们好爱对方 于是我们喜提CP名 细经夫妇 网友真的很喜欢和人对着干 经纪人终于看不下去了 为了避免我持续发疯 他打算送我镜足冷静一下 陈岛最近有部新电影 我帮你安排了试镜 我摊在沙发上 不以为然的 欣赏着刚做的美甲 哦 是你几号啊 经纪人翻了个白眼 你一 你能不能认真点 这可是你飞升的好机会 我持续摆烂 刘姐 你比我还飘啊 敢让我去试镜大岛的女主戏 这次是陈岛点名让你去世的 你认真准备一下 定你演女主的概率很高的 你不抓紧时间飞升 难道能当一辈子流量花吗 也是 我一直以来都是一线流量女明星 虽然粉丝众多 但在圈内咖位不算很高 如果说之前沈家旭是男鼎流 那我也勉强算了女鼎流 大家知道的 很少有鼎流的演技得到认可 我认真起来 剧本呢 我这就回去好好研读剧本 刘姐满脸嫌弃的将剧本递给我 定主道 你这些天给我认认真真的准备 别上网发疯了 好好演戏 比什么都强 被经纪人制裁后 我消停了一段时间 也听取建议 直接卸载了微博 然而缘分就是那么妙不可言 试镜顺利通过后 我在现场碰到了影帝 以及 阴魂不散的洛小小 很不妙 哟 姜尹啊 你是爱试镜的 贺以天的语气很失挑衅 我懒得和他扯皮 听说贺颖的直接内定了 不愧是影帝 不过旁边这位 我的视线一致一旁的洛小小 勾起唇角 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洛小小似乎有些怕我 声如闻那 不是的 只是以天向沉道引见我 我瞥了眼他的小腹 问道 你不是回去生孩子了 洛小小脸色一白 警惕地看向我 一旁的贺以天立马为他出头 姜尹 你一天不接别人伤疤 你会死是不是 就这么看不惯小小 我看贺以天的眼神越发怜悯 没想到贺颖帝是一个这样深情的舔狗 你是背下了什么酱头吗 见他被我气得要死 却又拿我没办法 我感到莫名的畅快 我和他其实很早就认识 在上恋宗之前 经常一起合作 最开始 我们都不温不火的时候 还吵了一年的荧幕CP 后来我演了几部大爆剧 直接上升一线 而他还是那个低调的三线实力派 因为吵了一年CP 所以我大伙时 很多营销号都说他配不上我 我们团队闹掰了 我们也成了关系不好的熟人 上恋宗前两个月 他拿了影帝 属于是非常心尽了 节目组本来想以我和他的古早CP炒穴头 奈何双方团队提前干预 我和他的态度又很不配合 所以并没有吵起来 尤其后来下了恋宗 这家伙采访各种说我演技不好 一问他关于演技的问题 就要暗粗粗内涵我 我大肚 我没公开质问他 但我记在心里 今天终于当面祈祷他 我待会儿一定要去吃点夜宵庆祝一下 我本以为我的粉丝 知道我进了大岛的组后 应该一个个的无比行为 没想到底下全是些莫名其妙的评论 我还以为是小英耸了 没想到是进修去了 真是妈妈的好女儿 心态好好 我赢姐就是稳得住 我要向她学习 啊我真的太爱搞事业的女人了 男人什么的都去四把 人姐这波操作简直是嘲讽拉满 我问刘姐评论底下是傻瓜 为什么都说我心态好 刘姐眼神闪烁 没什么 也好好演戏 这些交给公关部的小姑娘来做就好 不 我好奇 哎呀 你放心吧 我们公关部的小姑娘很给力的 你的形象没臭 那我自己找 我缩进沙发 拿起手机切换小号 家人们 真的很不幸 宋彦斯出了一张专辑 练招法的骂我渣女 一时间 谣言四起 天王不愧是天王 传唱度都很高 我特地去听了才发现 昨天在超市听到的BGM是骂我的 说我不顾她的自尊 公开玩弄她的感情 说我蓄意勾引 是个海王 对此我的粉丝表示 滚 我姐不占男人 我用大号给这条评论点了个赞后 给刘姐发了条消息 替我和公关部的小姑娘们说句辛苦了 顺便让他们去线下的专柜挑几个包 人手一个 我付钱 进组后 为了保证让演员全程沉浸在戏里 一直处于一个入戏状态 所以我们的电子设备都被没收了 这是一部悬疑惊悚片 讲述的是被家暴的妻子 如何反杀丈夫 且最后成功脱罪的故事 我演妻子 贺一天演被杀死的家暴男 虽然他是一番 但妻子才是绝对的主角 导演说女主角聪明理智的眼神里 透着疯狂的模样 只有我能演出来 为了不辜负导演对我的期望 不辜负刘姐对我的付出 以及我粉丝吹出去的牛 这部电影 是冲着拿奖去的 拍摄期间 尤其是每次对戏 贺一天总会对我说 你特么运气真好 当然合作也不完全顺利 洛小小虽然只是在电影里打个酱油 但他的形象与角色总是不那么契合 让陈导为他NG了一上午 他饰演的角色是住在隔壁的孕妇 孕妇演孕妇 居然没有韵味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几分钟的戏 我只看到了他的破罐破摔和敷衍 拍电影每一秒都是费钱的 因为一个被塞进来的小角色 耗费了一上午 陈导很是生气 他直接破口大骂 本色出演都演不好 这种废物哪个塞进来的 一旁的贺一天 神色怪异的别过脸 见状 我开始阴阳怪气 少拼点关系 多拼点实力 对吧 贺老师 贺一天大敌也觉得丢脸 择了一声 直接转过身 洛小小一直混在十八线 不是没有道理 他长相清纯甜美 但缺少辨识度 进娱乐圈没演几部戏 就开始沉迷恋爱 最终结了婚怀的孩子 都还只是十八线 几分厌恶 捕捉到他这次情绪后 我花了几秒反思了一下 最后得出结论 我没错 一直以来我都以高傲的姿态俯视他 偶尔还会说几句话挖苦他 像极了影视剧里的恶毒女配 很讨人厌 起初是因为我看了那本小说 现在是因为 我必须诚实地说 我的确瞧不起他 毫无业务能力 在娱乐圈里 长相也平平无奇 仅仅靠上练宗制造修罗场爆火 还很没品 结婚上综艺 我鄙视这种人 电影杀青那天 我在片场碰到了沈家旭 昔日顶流 今日糊糊 其实也没多糊 不过是掉在顶流的神坛 视线交汇那一秒 他慌乱地一开视线 拍摄期间 我心底一直有一个疑惑 若小小看起来完全不像孕妇 算算日子 他现在至少怀胎六月了 却一点也不显怀 沈家旭 我叫住他 他转过身 叫道 你又要干嘛 你怎么在这 你老婆一打酱油的 早就杀青走人了 我有事不行吗 江银我现在看到你就烦 别来惹我好吗 你别惹我才是 洛小小流产 这是我可是知道了 然而这话一出 沈家旭的反应出乎意料 他居然不知道 他咬紧后牙槽 腿里拳旁边那棵 被当作沙包的可怜的树 吼道 我就知道 好吧 这家伙居然知道的比我还晚 无趣 考虑到附近可能有狗仔 我双手暴毙 高冷地转身 江银 沈家旭嗓音沙哑地叫住我 我停在原地 没有转身 你也觉得我很傻对不对 我无心了解他和洛小小的爱恨情仇 从他的反应来看 我也大约能猜到个七七八八 可我不想搅这趟浑水了 我长大了 我要当高领之花 独自美丽 于是我说 关我屁事 努力是有回报的 这部电影上映后 我顺利拿下人生中第一个影后 领奖台上 我身着华贵的礼服 发表获奖感言 首先感谢陈导选择了 我实验苏女这个角色 感谢我的经纪人 我的父母 朋友 感谢大家 给了我这个奖 给了我演技的认可 其实一直以来 贺以天老师 总会在采访中 以反面例子提及我的演技 感谢贺老师的鞭策 这部电影是我们共同合作的 不知道现在的我在您的心中 有没有进步呢 我笑迷你地 看向台下的贺以天 其实拍完这部电影 最大的感想啊 就是觉得 还是不要谈恋爱 恋爱真的很好费心神 结婚也不是儿戏 毕竟 男人嘛 追不到你就开始恼羞成怒 尤其是有才华的男人 对吧 宋燕丝 还是笑女孩们少关注男人 多关注自己 说不定 哪天你也可以用才华反击回去 我晃了晃奖杯 丛龙的扫尸厂下所有人 顿了两鸟说了结尾 所以啊 人生还是要拼一拼的 不然运起来的都接不住 身居一躬 下台后 我果然又霸占热搜榜 锦号将银 引后锦号 锦号将银 获奖敢言锦号 锦号将银 正面刚锦号 我的粉丝表示 哈哈 我姐好会说 平等的创死 每一个和她做对的人 爱了爱了 我姐还是这么阴阳怪气 熟悉的配方 我就说 尹姐怎么可能怂了 不回应只是懒 不是怂 呜呜呜 我姐终于出来自己战斗了 杀伤力比我十个小号还管用 其他网友 这姐是真不怕得罪人 熟悉的配方 就是喜欢看这姐发疯 笑死了 哈哈哈哈 她居然直接上台点名 不过演技确实进步好大 明明是这个人设 符合她气质好吧 我看她能得意到几时 我哥真惨 被扎了 还要被点名 果然是公开羞辱 手段都不带变的 就是 我觉得演的也不怎么样 还Q我家影帝 真以为自己上天了 就这点格局 颁奖台上说这些 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 又不是你领奖 网络上骂战持续 我放下手机 拿起很久没碰的炸鸡 香喷喷的吃了起来 看吧 无论怎样都会有人骂你 自由就是被讨厌 那还不如随心所欲的做自己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